高血脂主要是指由于某种外界的因素导致体内血液当中的脂肋增高,属于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,患上这种疾病一般,是由于平日里的不注意以及其他疾病所引起的,部分患者的及时是可以痊愈的,患者一般都会通过药物,或者是饮食来降低自己血液当中的血脂。 药物可以快速降低血脂,饮食调理没有副作用,患者可以根据自身体质来选择适合自己办法。 高血脂患者可以吃茄子吗? 高血脂患者是可以食用茄子的,因为茄子当中,富含丰富的维生素,具有很好的降低体内血脂以及胆固醇的功能。 如果长期的食用,对人体有一定的货血的作用,因此,茄子非常适合高血压、高血脂,动脉病患一类的患者。 当然,总是食用茄子会逆,可以在中餐和晚餐,加入一些其他剂们为又健康食物。 高血脂患者吃什么好?高血脂患者在平日里,应该多吃一些刮果蔬菜,因为刮果蔬菜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够降低患者血液当中的血脂。 像香蕉、猕猴桃、荔枝、菜花、木耳、军菇等。 1.香蕉 香蕉、微甘性寒,长期食用下来,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 其中,香蕉里面的去甲肾上腺素可以有效地清理患者的肠胃,降低胆固醇的功效。 2.荔枝 荔枝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蛋白质,有助于其个患者的免疫功能,可以有效地促进血管血液循环,达到降低胆固醇的效果。 3.猕猴桃 猕猴桃当中富含丰富的精胺酸,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血液流动,阻止患者体内形成血栓,属于比较好的一类善食鲜而丰富的低脂肪食品。 4.菜花、木耳、军菇一类的蔬菜 这类蔬菜富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,作为平时的下饭菜,可以有效地增强患者的免疫力, 帮助患者病情的恢复。 5.洋葱 洋葱能够很好的养化血管,降低患者血液里的粘稠度,具有一定的降压和降脂的作用。 除此之外,多士洋葱还具有很好的抗癌以及降低胆固醇,改善动难周应化的功效。 这一类患者都可以将洋葱作为配菜,加入平时的饮食当中,长期食用下来,对身体大有好处。 6.菊花泡茶 菊花大多被人们用来泡茶,在人们所了解的功效,主要以清热解毒为主。 其实菊花还具有很好的降低血脂的作用。 当然,对高血压患者也具有一定的降压作用。 平时没事的时候,用热的开水泡上一杯菊花茶引入肚中,具有很好的保护心血管,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。 以上是一些高血质患者可以使用的食物。 这些食物对高血质患者病情恢复,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。 当然,采用食疗法不能够在短时间内降低血脂,但是,只要坚持食用下来,还是非常有效果的。 至少能够有效的预防以及防治病情的恶化。 对于病情,已经比较严重的患者来说,除了食疗法,还可以搭配一些热物进行,这样可以抑制病情的恶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您的 Squadron!!! 文哲言